这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工具 拍摄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 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去控制工具 而不是工具来控制你 没有一样工具是可以走遍天下的 Hello buddy, my name is Kaiwen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Manfrotto的NV-MX Pro A5 动机性超高的单脚架 我个人是喜欢用手持的拿法来使用 因为我觉得比较直觉 如果你喜欢用配音杆的话 当然没有问题 这就看个人喜好 这只单脚架如果云台锁死的话 最少都会移动到三轴 假如我们把相机往前推 这样就会有Z轴、Y轴跟Tilt Down 三个轴 那如果你把油压底座也锁死的话 最少是可以只移动一轴 但是不建议这样使用 因为地板一定要水平 如果地板歪相机也会跟着歪 那第二个如果没有跟地板完全90度 它会卡卡的 我自己是觉得单脚架介于手持跟三脚架之间 如果跟手持比的话 手持是六轴完全自由的移动 像是上下左右跟前后 还有XYZ三轴的滚动 这样就六轴 那单脚架最大的差别就是 它不会让相机在Y轴上下移动 如果你手持手抖的话 单脚架也没有办法救你 但如果相机太重需要支撑 单脚架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那如果拿单脚架跟三脚架来比的话 三脚架可以一或两轴的移动 就是Pan跟Tilt 主要是差在高低调整的时间 它要你要不要水平 三脚架你可以选择要水平或者是不要水平 但是三脚架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要水平的 而且三脚架如果你一调整高度 水平又要重新来过 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那我觉得单脚架跟手持比较接近 三脚架跟三轴稳定器比较接近 接着我们要来测试 单脚架的稳定程度 那我们就直接拿着小小白出门拍拍的影片 简单来说 第一个如果在晃动的环境 像是在车上啊 捷运上 单脚架真的稳定太多了 如果你手持的话 相机很容易上下晃动 你也很容易Tilt up跟Down 反正就是手持会很晃就对了 那第二个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Pan镜头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手持跟单脚架 其实不会差距太大 第三个 如果你Pan镜头忽然要定点停下来的话 单脚架就会比较有优势 如果手持的话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你的手震 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单脚架的酷炫功能与优点 EA底座上面也有一个锁定的功能 这样可以让你的手稍微可以离开相机休息一下 单脚架如果在高度一截之内都可以当三脚架来使用 但是还是要小心 那如果高度超过两截的话 就会比较不稳定 那就别轻易松手 EA底座的开启与收纳都超快 闪开是可以直接拉开的 那收纳有一个安全锁才不会意外的折起来 目前这个单脚架上面的油压云台 我用的是MVH502AH 这款油压云台有阻尼功能 所以你镜头在不同焦距的时候 你的Pin跟Tilt可以调整成不同的硬度 来符合拍摄的主题 那如果你买的是Manfrotto的MVMX Pro 500套装 那个油压云台就没有阻尼的调整功能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单脚架的低弦脚管我非常有感觉 第一个是在Pin镜头的时候 不会觉得整根单脚架扭曲 第二个优点就是你的板扣的位置都是一致的 所以你可以不用看板扣的位置来非常直觉的调整高度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单脚架就跟手持一样 可以非常容易的突破水平线的框架 不像三脚架 如果你要拍摄非水平的内容 那就几乎不可能办到 最后一个优点就因人而异 因为它是使用Manfrotto的快拆板 那我的机械稳定架也是使用Manfrotto的快拆板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切换 最后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单脚架配上油压角跟油压头呢 目前我使用下来是非常满意的 这个油压头其实已经购买非常久 但是拿出去拍摄的机会真的超级少 因为几乎完全不符合我个人拍摄风格 但是这个单脚架配上这个油压头真的 好用到爆炸啊 动机性非常非常高 那当然如果你要买一个单脚架的话 你看你要买4节还是5节 看要不要有这个油压脚 我觉得是颇有帮助的 那油压头记得买一个有阻尼的 阻尼真的有差 你买了不会后悔 OK这就是我们今天的Manfrotto MVMX Pro A5的单脚架 分享 那当然喜欢我的整个影片按个赞 订阅我的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疯狂东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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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